当地时间6月11号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 在万象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玛丽 贺国强首先转达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 对朱玛丽的清洁问候和良口注决 贺国强说 心形势下 中方愿同老方一道 根据长期稳定 睦邻友好 彼此信赖全面合作方针 在七个方面加强合作 一是保持高层互访 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关系 二是全面推进经贸领域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三是深化党纪交流与合作 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 四是加强两国立法和司法机构 公卿副组织之间 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丰富两国关系内涵 五是加强国防公安执法领域合作 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稳定 六是加强地方合作 推动地方发展进步 七是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 协调与配合 维护共同利益 中方愿继续支持 并密切配合老方 承办好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 朱玛丽请贺国强 转达她对胡锦涛总书记的 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她说 老中是亲密邻邦 拥有传统友谊 多年来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 特别是确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 老中关系进入加速发展新时期 朱玛丽强调 老方将与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朱玛丽说 老挝党和政府坚信中国共产党 必将带领中国人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并预祝中共十八大圆满成功 当天下午 贺国强视察了中方援建的老挝国家会堂项目 以及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成建的配套工程 当地时间6月12号上午 贺国强视察了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在战塔布里县农兵村小学的援助项目 以及中兴通讯老挝子公司